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佳曲哥 今天公司组织大家聚餐 可以带家属 我带你一起去 谁是你的家属 我就不去了 我已经准备吃外卖了 跨年夜你吃外卖啊 你如果怕人多的话 你跟我单独吃个饭 我现在马上订掉餐厅 然后你收拾一下赶紧出门 我快到你学校了 尝尝这个 对了 上次在医院 我不是故意要拿你开玩笑的 所以 今天哥哥想在这儿 正式跟你道个歉 正式跟你道个歉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又不是什么大事 在 今天我请客 当时我赔罪 不是说好事我请客吗 我本来又还欠你一顿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走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吃完这顿饭 我们就不用再见面了 你这一顿饭 也不可怜可怜 我这个顾驾寡人 陪哥哥吃几顿饭都不行 那我们坐这儿吧 走 走 走 你这谁啊 你发什么神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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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得着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破它呢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你为什么要破它 我告诉你 你刚才就算是动手 我也会还回来的 晓影 晓影 你要干嘛 晓云 他谁啊 段嘉许 我找你你别让我走了 小姐不好意思 请你出去 你以为你还经了是不是 你这辈子都欠我的 我告诉你 请你出去 你们说 你以为你还经了是不是 段嘉许 小姐 我不会带你走的 你打开我 小姐 你没事吧 小雪哥 我们走吧 我希望嘉许哥 远离所有不开心的事 希望有人可以陪他 希望 那个人是我 你不要许愿吗 今天是初雪 一鹤不常下雪 上次下雪 还是在我高一的时候 那这么说的话 我还蛮幸运的嘛 我也很幸运 今天可以和丧志一起看雪 她的其中 透明的行事在初走 无伤的 初雪许的愿 会比较灵 嗯 等我渐渐靠近你 吹来金凝味的小微红 我只剑经过的几油 能不能再多看你一眼 许了什么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 你许了什么愿 说出来就不灵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